欢迎订阅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在电影的一个关键情节中 他扮演一个年轻男子 面对对父母和深爱的女人的冒犯 这是社会的真实画面 许多人不论处于何种境地 都必须面对不公正待遇 肖战角色的愤怒和勇敢 他为了捍卫尊严和爱情而冲向上司的画面 明确展示了家庭和爱情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这部电影反映了现实 提出了有关耐心和爱情 在一个充满紧张和仇恨的社会中的价值问题 此外 这部电影还触及了其他重要社会问题 如为劳工的公平权益而斗争 以及保护和尊重家庭和个人关系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 一部充满力量和深刻意义的电影作品 尽管我们无法透露电影的名称 但我们希望它将继续挑战 和探索生活和社会的重要方面 为观众带来新的思考和启发 感谢您积极分享对肖战和肖战 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的情感 观众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表演中的自然和真实感觉 真是太棒了 尤其是在他们出色的扮演 角色并传达出人物特点时 肖战确实是一位全能的艺术家 具备展示演技和艺术的多个方面的能力 他的真实性和与角色的共鸣能力真的赢得了观众的欢心 并创造了令人难忘的电影体验 祝贺肖战在这个项目中取得的成就 希望他将来会继续带来更多成功和值得期待的项目 他对娱乐业的贡献不可否认 为全球许多粉丝带来了快乐 杨子的男朋友可以被看作是娱乐圈的大赢家 这种说法源于最近流行的一种言论 而这个言论并非毫无根据 在杨子主演的新剧《长相思》中 有三个男明星与他有感情纠葛 他们分别是邓卫、张婉逸和谭剑次 这三位男明星都因此剧而受到瞩目 表现出色、备受关注 因此,他们被认为是在娱乐圈中 获得了巨大成功的赢家 大家一边开心地磕糖 一边物色谁才是杨子的良人 不成想,杨子的官配 却被扒出了男女关系不当的丑闻 娱乐圈有一种普遍的现象 当一部剧火了之后 剧中演员的个人生活 往往也会被大家津津乐道地揭开 如果一个演员能够保持低调 平时行为稳重一些 粉丝们通常也不会过多干扰他们的私人生活 更不会挑起风云 但是,如果这个演员在走红之前有过感情经历 那么他们就可能被揪住小辫子 就拿杨子在剧中的男友邓卫来说吧 他在《长相思》中的表现备受好评 让他一举成为娱乐圈的焦点 然而,有一些媒体和八卦网站不仅关注他的演技 还开始深入挖掘他的个人生活 邓卫之前曾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与另一位知名女演员传出绯闻 这段旧情虽然已经过去 但在娱乐圈里 往事往往不容易被遗忘 这个绯闻曝光后 引发了一些争议和讨论 一些粉丝认为 邓卫应该过去的事情不再被翻出来 而应该专注于他的演艺事业 然而 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种绯闻 会对他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特别是在与杨子这样的巨星有着亲密关系的情况下 不过,无论如何 邓卫在剧中的出色表现和与杨子的恋情 仍然让他成为娱乐圈的焦点人物之一 他的职业生涯似乎正在迎来新的高峰 而他也需要学会应对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保持低调并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这也是娱乐圈的明星们所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 邓卫在剧中出色地演绎了九尾狐狸 不仅颜值出众 情商也很高 他与杨子在剧中的对手戏十分精彩 这使得人们对他的个人生活更加感兴趣 可能会深入追究他的过去 邓卫在剧中展现了一个纯情 真心对待感情的形象 这种形象深深地吸引了无数少女的心 人们很容易将他在剧中饰演的九尾狐狸的形象 与他本人画等号 认为他也是一个对感情一窍不通的阳光大男孩 然而 在网上有人扒出了邓卫在素人时期 与女朋友的亲密合照 让人震惊不已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他与女友之间有一种令人惊讶的亲密程度 此外 他在私下的穿搭风格也非常时尚 戴尔定 做美甲等都是他的日常装扮 这些曝光的信息展示了邓卫与剧中形象的差异 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意外 无论演员们的真实生活如何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尊重 不要过度评判他们的个人选择和行为 毕竟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喜好 演员们也是普通人 在私人生活中享有追求自由和个性的权利 让我们继续关注他们的职业表现 为优秀的演技和作品而欣赏他们 明星也是普通人 他们有自己的爱好 情感生活和个性 然而 一些网友在分辨明星与剧中角色之间的差异时 可能会感到困惑 当明星的私下行为与他们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形象不一致时 一些网友可能会感到失望甚至产生反感 这种现象表明人们期望明星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们在屏幕上扮演的角色形成一种共鸣 仿佛这些明星就是他们所饰演的那个角色 然而 这种期望有时会导致一些演员面临不公平的批评和攻击 邓卫最近经历的翻车局面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他在剧中扮演着令观众喜爱的角色 但自从他的私人照片曝光后 一些观众开始对他抱有负面情绪 甚至拒绝观看他的作品 一部分人甚至对他进行了激烈的言辞攻击 认为他不配成为演艺圈的一员 更不应该与杨子搭档出演 这种情况不仅对明星本人造成了困扰 也对整个娱乐产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演员们为了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表演而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但却发现观众关注的焦点逐渐偏离了他们的表演 而转向了他们的私人生活 这使得一些优秀的演员受到了不公平的批评和评判 然而 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和尊重地看待这个问题 演员在剧中的角色只是他们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与他们的真实生活并不完全相关 演艺圈中有许多出色的演员 他们能够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切换 并且这正是他们的职业要求 观众们应该更加关注和欣赏演员的职业表现和作品 而不是过度关注他们的私人生活 在娱乐圈中 尊重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尊重演员的个人隐私 不过度干涉他们的生活 而是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支持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的努力和付出鼓掌 欣赏他们在屏幕上的精彩表演 同时也理解他们是普通人 有自己的生活和隐私 通过更加理性和尊重的态度 我们可以共同维护一个更健康和积极的娱乐环境 感谢观众